当你们为主的目的而通过考验 当你们信赖主 运用对主的信心那时 主会帮助你们 这样的帮助通常是一步接着一步 每次一点一滴 在你们通过每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继续感受到因为成长以来的痛苦 如果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你第一次祈求之后就立即解决 你就无法成长 天上的父和他的爱子对你的爱是完全的 为了使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得到益处 除非必要 他们绝不会要求你承受多一分一秒的苦难